再來關心天氣 入冬以來最強冷氣團來襲 今天開始氣溫將會一路的下滑 尤其星期二的時候 冷氣團會增強為寒流 到了週三 天氣會轉為乾冷 空曠地區最低溫 將可能下探其毒 民眾外出 後外套包緊緊 還得撐傘 週末假期兩天 北部都是時時冷冷 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 週一南下影響 氣溫還會一路下滑 到了週二將會增強為寒流 週三 週四轉為乾冷 低溫將下探十度以下 台南以北到宜蘭這一帶 就是低溫有可能會下探八到十度 那空曠地區甚至有可能 來到七度左右的情況 所以請大家都要特別注意 這種低溫的情形 從週一開始 氣溫將一天比一天冷 沿海空曠地區還可能出現七度低溫 只是這一波強烈冷氣團來襲前 網路上已經充斥相關預報 不過如果資訊沒有依據的話 可能會觸罰 因為依照氣象法可以針對沒有經過許可 作災害性天氣預報或是警報的媒體或個人 單次最高可罰到一百萬 今年起氣象局強力執法 只要違反氣象法 被警告後不改進就直接開罰 氣象局將針對網路平台比較聰動或是誇張言論來嚴格執行 以避免錯誤的天氣資訊 造成民眾混淆 記者蔡惠林 陳柏玉台北報導 好 好